各位席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沫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14号星期四 亚太时间是3月15号星期五 燕焦大爆炸现场已经被连夜清空掩埋了 这跟当年温州动车事故的处理手法是如出一辙 但是当局对爆炸定性却是定为燃气管道爆燃 可是却找不到燃气管道的泄漏点 另外死亡人数也公布了 未来可能也不会再有增加了 这起爆炸可能就这样慢慢的平息下去了 但是却留给我们有10个大的谜团等待着去解开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4点半 河北三河燕焦大爆炸调查专家组组长刘福来 给出了定性的说法 他表示 爆燃事故原因初步判定为燃气管道泄漏 刘福宅称 爆燃事故引爆点的位置位于炸机店所在的整体建筑结构 但具体是哪家门店还需后续调查 燃气管道泄漏点距离地表有一定深度 正在精确检测泄漏点 三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姬鸿图表示 燃焦镇地下管网 埋藏最深的位于地下12米 难以确定单点泄漏还是多点泄漏 爆燃事故与部分经营业主操作不当 没有直接关系 他还表示爆炸事故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 今天已经全部进入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官方的这些说法其实是有明显漏洞的 刘福来说初步判断 也就是说燃气管道泄漏并不是最终结论 但他后面说的呢 却又比较肯定说爆燃点在炸机店所在大楼的某家门店 反正就是认定了管道泄漏的爆燃 但是又找不到具体位置 而为了支持这个说法 还安排鸡鸿图来说管道埋藏的很深 最深的地方有12米 其实这个做法我们并不陌生 中共一向是先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定性 然后再给出所谓的支持理由 不问你信不信就问你服不服 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大概就是官方的一锤定义了 但是这个结论却禁不住退敲 首先调查组组长刘福来 所有媒体报道都只说他是调查组组长 却不提他原有的身份 我分别在中共应急管理部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廊坊市应急管理局和三河市应急管理局 去查找刘福来这个人 都没有查到这个人的相关资料 当然有可能我在海外搜索信息 可以受到限制 但即使这样也应该会有一些目录显示 可是什么都没有 我倒不是怀疑刘福来专家的身份 中共的各类专家有很多 但是他们说的话是不是可信 那就看大家的头脑是不是清醒了 在我看来 刘福来说的那些原因正是中共当局想要的 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当局已经和燃气公司协商好了 这个锅得由燃气公司来背 尽管这是经不起推敲漏洞百出的 但是燃气公司也必须得为当局来背这个锅 我们不知道双方是怎么商量的 但是燃气公司在不承认有责任的情况下来背这个锅 背后一定有交换条件 总不能让官方去承认这是一起制造的爆炸吧 那对当局打脸多厉害啊 那中共这个脸还往哪放啊 那么接下来的我们就得要看看 燃气公司是怎么进行赔偿的 在这起爆炸当中 一栋大楼没了 周围有很多的建筑 也都不同程度的受损 这些经济损失该怎么赔偿 更重要的是 死去的那么多人 生命是无价的 得给他们如何赔偿 燃气公司老板拿命来抵恐怕也不够吧 另外再看看燃气公司会不会有人进监狱呢 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中共一定会扔出替罪羊的 虽然这件事官方给定了姓 但是背后却留给人们有十大谜团 需要我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探讨 我们从中看看这起大爆炸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但是在探讨十大谜团前 先回应几位朋友的询问 之前向大家推荐了鹿黄鹿龙丹 有朋友留言就问我 鹿黄鹿龙丹有什么好处 大家知道 我手里拿的这款就是鹿黄鹿龙丹 清朝最长寿的皇帝就是乾隆了 他活了89岁 据说乾隆有一个长寿先方叫龟鸣吉 其中主要的一味药就是鹿龙 乾隆每天都吃 李时珍在《焚草肛墨》当中 对鹿龙也有描述 补肾壮阳 生经易血 补随健骨 鹿龙是过去皇帝才能吃到的 但是大家现在就可以吃上 韩国名医李晶仔 他研制的鹿黄鹿龙丹 将新西兰的鹿龙和韩国的灵芝 丹龟等29种传统中药和食材 一起制成的 就有补血抗炎增强免疫力 提高机体活力 还有抗衰老抗氧化等功效 价格真的不低 原价400美元 即使大家用我的折扣码 享受85折优惠的话 那么也得需要340美元 但是有句话叫 一分钱一分货 这好东西还是有不少人需要 所以有那么多朋友就问我 可能有的朋友是买了 要送给自己的父母或者岳父母 也有的朋友可能是自己用 其实所有年龄都可以 一年四季也都可以实用 另外还跟大家说 因为这款产品真的很稀少 我们现在还是预售阶段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请一定抓紧下手 否则来了几何又没了 大家又抢不上 不能上网的朋友也没关系 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 从周一到周六的 早9点到晚6点 都有专人会为您下单 下面我们就来说这10大谜团 第一大谜团就是 官方初步定论 为什么又推翻了 在昨天爆炸之后 三核适应器管理局第一时间通报中 立刻确认是炸机电 疑似燃气爆炸 他们为什么这么急于确认爆炸的原因 确认的流程又是什么 为什么最初给出了一个定论 很快又自己推翻了 这自己打脸的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第二大谜团 为什么爆炸是在二楼 昨天现场民众拍摄的照片显示 那栋五层楼房的底层 并没有彻底坍塌 只是因为冲击波的原因 使一层的那些门窗等等回损了 而楼体的框架没有坍塌 依然在挺立着 如果是燃气管道泄漏引发的爆炸 那应该是从地下往上爆炸 也就是说 这栋小楼最下面的楼层 应该是在爆炸中受损最严重的 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恰好相反 这栋小楼的一层楼体框架还在 而二层以上的部分 却被炸成了积粉 诡异的是 官方承认那栋楼没有接通燃气 那为何没有接通燃气的二楼 却发生爆炸呢 第三大谜团 当局为什么强调是管道爆炸 纪红图说 燕郊镇地下管网复杂 有的地方埋藏最深的是位于地下12米 但是不管你管道埋的多深有一个基本常识 人们都是清楚的 无论燃气管道还是其他的线路网管 铺设的路径绝不可能从楼体底下穿过 一定是在楼前的人行道位置或者是楼后的安全位置铺设 根据这个基本常识就可以判断 如果是燃气管道发生爆炸的话 那么不应该是楼被炸毁 最多是楼体会受损 同时爆炸的地面应该会出现爆炸的痕迹 比如地面上会出现坑啊等等 但是无论是网传的那些视频还是照片 都清晰的显示爆炸的是楼 有一段行车记录仪近距离拍摄的视频 可以清楚的看到爆炸的就是那栋楼 巨大的火球从大楼向街道上喷涌 事实如此清楚 当局为什么要说是燃气公司的管道爆燃呢 第四 燃气管道其实是二次爆炸 大家看这张照片 那栋楼爆炸之后 楼体前面的地面上是出现了火苗 火苗是呈现一条现状 从这个特征我们可以推断 这可能是楼体爆炸之后 严重损坏了地下管道 燃气发生了泄漏才出现了火苗 而这个火苗的位置 很可能就是下面的那个燃气管道泄漏出现的 这一点与大陆官方媒体经济观察网最初的报道是吻合的 这家官媒在昨天11点05分的报道中有这么一段话 上午9点左右二次爆炸发生 经济观察网记者在现场看到爆炸时伴随着沉闷的响声 火光从地下闪出 更多浓烟不断腾起 从这些情况来判断 燃气管道确实可能是发生了爆燃 但绝对不是第一次爆炸 更可能是第一次爆炸之后 管道受损 燃气泄漏 然后发生了火灾 第五 如果是地下管道爆炸 为什么地面没有痕迹 有一位网友在留言中指出 实验那次燃气爆炸比这个更厉害 一条街都没了 2021年6月13号 湖北实验市张湾区 盐湖社区发生了燃气爆炸 视频中显示 盐湖社区爆炸之后 整条街道都被炸了 到处都是废墟 因为爆炸时是沿着这个盐气管道爆炸的 所以毁了整条街 但是燃焦大爆炸 说是燃气管道泄漏引发的 却只有一个点爆炸 而且爆炸的位置比较高 并不是从地面上出现的 这就该怎么解释呢 如果燃焦大爆炸是底下的燃气管道爆炸 能把整个楼炸毁的话 那么毫不疑问地面更应该被炸出大坑 但是从视频和照片中看 地面并没有受损严重 看不出爆炸的痕迹 地底下爆炸 而地面上完好不损 而地面上的大楼却被炸成了积粪 这种诡异的想象 恐怕横电的那些抗日神剧导演们都不敢这么设计 第六大谜 暴燃威力是随着地区在变化吗 被称为第二央视的凤凰网在报道中表示 参照以往相关事故和此次爆炸的破坏程度 爆炸的威力相当于100公斤炸药 从视频中看 实验那次燃气爆炸的威力也不小 很大 但是再大也没有把一栋楼给摧毁掉 而烟焦大爆炸却摧毁了整栋楼 难道是换了个地方到了北京城乡结合部 这个燃气爆炸的威力也变大了吗 距离黄城根近的原因吗 第七棕黄色的烟雾意味着什么 说到TNT炸药呢 这是更让人起疑的地方了 爆炸的时候大量的视频都显示 爆炸时先喷出一个巨大的火球覆盖了整条街道 随后是大量的棕黄色烟雾腾空而起 我查了网络上相关的燃气管道爆炸后烟雾的颜色 能查到的几个冒出的几乎都是黑烟 但是烟焦大爆炸 之后最先出现的却是大量的棕黄色烟雾 弥漫了很久 后来发生了二次燃气管道爆炸之后 才出现黑色烟雾 有一位网友表示 棕黄色烟雾是销氨类炸药的典型特征 另有一位网友表示 从爆炸现场产生的烟气来看 看起来有人在招待所里存放大量硝酸氨 有可能是化肥 也有可能有人在招待所里制备硝酸氨 用来做土炸弹 这一点我想需要有专业知识的朋友 来帮忙分析说明一下 第八大谜团 爆炸是定向发生的吗 岩礁大爆炸的方向性应该说是相当明显 爆炸点的大楼被彻底毁掉了 但是紧挨着这个爆炸点大楼的楼体 却没有坍塌 只是受到了冲击波的影响 门窗等设施被损毁了 如果是一般的爆炸是不会有定向性的 会同时向各个方向乱窜 几乎是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建筑物都会受到同样的损伤 但是燕礁这个大爆炸当时喷出的火球只喷向了马路方向 这种爆炸效果更像是有爆破经验的专业人士所为 像是定向爆炸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第九 中共的那些党官不怕死吗 对这次燕礁大爆炸现场的处理 当局是应该说非常负责任的 昨天爆炸发生之后 央视记者杨海玲在现场进行连线直播 正在杨海玲对着镜头讲述的时候 黑衣警察突然出现在直播画面当中 一边用身体遮挡镜头一边让记者们离开 说是太危险了 将直播硬生生给打断了 弄得直播间的主播们都一脸的蒙 但是大家看 如果说太危险了需要保护记者的安全的话 但是在记者的身后却有不少人 他们比记者距离爆炸现场距离更近 他们没有危险吗 更重要的是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画面 记者的身后不远处 有几个中共官员模样的人 在看着央视记者在现场连线 如果说危险的话 那些中共的官员是视死如归吗 他们不怕死吗 没有人会相信吧 那是不是里面有关键的物证 害怕被记者不小心用视频给拍出去曝光呢 是不是爆炸有更多更大的黑幕呢 否则的话 怎么会把党的喉舌央视 也当做境外势力一样对待呢 第十大谜团 东宾招待所是曾经的黑监狱吗 有一位网友他昨天爆炸之后就发帖 表示自家就在爆炸点附近 帖子中写道 我知道原因 整栋楼居民也知道爆炸事故的前因后果 但是我不敢说 这位网友接着在帖子中写道 根本不是炸鸡店的事 视频里也能看出来 永顺炸鸡在前边爆炸是后边发生的 而且炸鸡店老板也发生了 他家没有使用燃气 凤凰网直播的时候 我居民接受采访有理有据有节的说了原因 但是被中断直播 懂得都懂 也有一位网友在我昨天的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说那是爆料 燃焦爆炸是因为当地三河市一起故意伤害案三年不解决 受害者上访被维稳 案件可查 河北省廊坊三河市郭刚故意伤害他人致残案 爆炸中心是上访者被管制容留地 管制容留地 其实说白了就是黑监狱 中共各个地方当局常常会用一些废弃的学校校舍 藏库或者是低档次的招待所等等 作为黑监狱的监设 关押解访回来的那些访民或者异议人士等等 这在中共统治下是在全国各地都是普遍现象 以网友爆料的情况看 可能是受害人遭到了伤害致残之后 失害人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 而受害人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 在上访维权之后 却遭到了当局的维稳关押 关押地点可能就是在被炸的东宾招待所里 我在网上没有查到郭刚伤害致残案的相关内容 我不能确认这是不是就是爆炸的原因 但是在中共统治之下 有冤得不到申诉 有理反遭打压的情况可是遍地都是 所以如果真是这样制造的爆炸 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而观察爆炸后 当局的种种诡异做法 会不会他们早就知道爆炸的原因呢 否则他们急急火火欲盖弥彰又如何解释呢 又怎么去看待他们那些诡异的行为呢 另外关于这次大爆炸的伤亡情况 官方今天通报说 爆炸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 通报中说27名伤者当中 其中14名伤者已经出院了 其余伤者均无生命危险 这个通报的数字 比昨天官方的通报数字呢 是有所增加 虽然当局没有说明死亡数字 会不会还有上升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7人死亡 很可能就是最终的一锤定音了 因为昨天晚上8点 在爆炸后的12小时 被炸毁的楼房那儿 已经被全部拆除了 所有废墟都被运走了 掩埋了 有视频显示 在昨天的夜间 当局在现场 是布置了两台挖掘机 还有吊车等设备 在现场是彻夜清理现场 经济观察网记者今天早晨 在现场看到 现场已经是被清理干净了 文章写道 被炸毁的简易楼西侧的框架部分 已被推平 与其他两个建筑主体连接部分 还没有彻底拆除 迎宾路上的受损车辆 和爆燃遗留的废弃物 已经清理干净 几名环卫工人还在做最后的清理 几台工程车正在修补受损路面 官方连夜将爆炸现场清理干净 像极了2010年温州动车事故的处理方式 当局不进行救援 不进行最后的搜救 早早就将事故车辆进行掩埋 燕郊大爆炸之后 即使在废墟下还有幸存的人 但是在两台挖掘机之下 估计也是绝没有活命的可能了 从官媒这个最新报道来看 死亡人数上升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小了 但是伤亡数字可能又是一个谜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截至到昨天深夜仍有多人失踪 其中包括东宾招待所的老板董志民 还有一名参加太极揉力球练习的老太太秦丽 以及一名33岁兰州拉面馆女老板马秀兰 不知道这失踪的这三个人 是不是在当局公布的死亡7人名单当中 当局没有说明 而这就是中共撒谎的空间 不公布死者的名单让你去猜 如果有人来寻亲的话 就可以一概的说就在死亡的名单里 但死亡的人数会死死的控制住 当局的这个操作非常娴熟 能不说的就尽量不说 先说是死亡1人 然后变成2人最后升到7个 尽量少尽量万 当局是希望让时间去带走一切 但是时间真的能带走一切吗 人们是有记忆的 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被炸毁的小楼是4层 但是顶上又加盖了一层 总体是5层 一层的底商有打印店、刮裹书台超市、鲜花店、永顺炸鸡、兰州拉面等等 二、三、四层分为左右两部分 左边楼作为招待所 右边楼二层有瑜伽室和24小时的台球厅 三层是培训机构 四层和加盖的顶层是一家九楼 外界不知道在这个楼里当时有多少人 因为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证据全都被毁掉了 被当局给掩埋了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当时只要还在楼里的 生还的几率就非常小 一位60多岁的李女士介绍 自己所在的太极揉力球队里面 有一个老太太秦力 爆炸后一直打不通电话 她的家人也联系不上这位老人 而在各家医院登记的商者名单中都没有秦力 李女士推测 秦力当时应该正好在一楼 被埋在废墟里还没有救出来 但是废墟已经清理干净了 秦力在哪呢 目前人们知道的死者的讯息 只有招待所老板娘 她的遗体是在大楼的废墟中找到的 但是招待所里面究竟当时住了多少人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目前的已知死者当中 大概都是在大楼外面的遇难者 一位40岁左右的魏女士正在经历着 丈夫不幸遇难的悲痛 爆炸当时她的丈夫正开车送魏女士去体检 走到爆炸点的路口恰好遇到了红灯 就在等车的时候那种楼爆炸了 魏女士的丈夫当场就离世了 今天下午有人航拍了爆炸受损车辆的停放点 视频中显示在燕郊东外环的一处停车场内 停放着30多辆损坏严重的车子 其中很多车子是被冲击的变形了 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表示爆炸发生后 有的车子在现场就已经烧焦了 这样的情况除了那位魏女士的丈夫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车子上的那些人在爆炸中遇难呢 爆炸当时人情到附近 有没有行人恰好在那个时间路过呢 这些谜团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呢 提醒大家一点 死亡如果是超过10个人 那就是属于重大事故 省一级就要出面来进行处理了 所以三河燕郊会让爆炸的死亡人数超过10人吗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加按小铃铛 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或者订阅我的会员节目 最后再提醒大家 蓝莓油品这是我长期合作的伙伴 里面有很多种非常好的商品 包括刚刚向大家推荐的 鹿黄鹿中丹 这是非常好的商品 过去皇帝才能吃的鹿黄鹿中丹 您现在就可以享受了 另外还有很多的各种珍品 包括珍黑染发护发乳 芽宝勒芽粉等等 Nitromia系列 以及雅士兰黛小棕瓶 KG五件套雪花秀等等 化妆品保健品还有各种的茶叶茶具 非常多非常好 希望大家把这些多多的去选购 所有的商品都是正品 都来自厂家直销 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网址记下来 以后您购物就会方便很多了 那好观众朋友 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